上海的网友和观众大家好 这里是上海之声 我是主持人何安全 今天我们请到了许诗远先生 我们聊一些公众的话题 和网络的热点 许先生您在小学里 是否学到有一支预言 叫盲人墨像 学到了 有了 因为我们都是一个教育体系出来的 所以我们有很多功能的话题 因为我们学的东西差不多 盲人墨像是印度的一个预言 从印度传过来的预言 它是写在它的涅槃经里面的 它是就是说 有一个人牵了一头大象 让盲人去摸 然后盲人摸到了头 他说这个大象像石头 摸到了一个大象的 盲人说这个大象是像一个扫脊 摸到了它的腿 说它像一个柱子 摸到了背后它像一个平台 这个预言告诉我们 就是你如果了解到事物的一部分 你就会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 那这故事里面 那我觉得它是一个 你要是从方法论角度来说 你要认识一个大象 你就得这样一点点摸 但是这里面就有问题 你不能在摸的过程当中 你不能把观点替代成事实 你一定要按照 荣实的按事实去叙述 你摸的是尾巴 你就应该知道 那个尾巴的客观的描述出来 我感觉它像蛇一样 这是一种感觉 这是一种观点 但是事实 对这个预言告诉我们 就是不能 我们见到了事物的一部分 我们就得出了一个结论 对对对 结论是不太好得出来 那么如果烂这一群盲人 摸一个小时的话 他们都会把这个 整个大象都会摸到 然后会有一个 比较准确的一个结论出来 对对 那么因为时间太短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出来 时间太短 那么这是一个预言 预言相对来说 会比较简单一点 我们小学的时候就学了 那么教给我们一些 简单的道理 但是我们长大以后 我们就发现 这个预言是不对的 为什么不对的 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遇到的事物 没那么简单 对对 我们遇到形形式的事物 没那么简单 你就算 比如说你 比如说许世贤先生和我 我们两个人 对同样一件事物 即使给我们 24小时 甚至就是给我们 足够的时间去调查 去把这些信息 该得到的信息 我们都得到了一个分享 得到分享 就是双方的得到的信息 都是对等的 但是因为我们主体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结论就是不一样 对不对 那么比如说我们的经历 比如说你和这头大象 你是和他比较亲热 了解他的生活习惯 我那这头大象 我只是看了眼 我们就会得出很多结论 就会不一样 不一样 那么但是 又有一个诡异的方面 什么诡异的呢 即便是你 对这个事物的调查研究 比另外一位多 详细 可能哦 得到小量信息的人 得出了正确的结论 而你呢 可能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这都是可能的 对不对 这个我觉得还是不要 混淆这些事 因为那个私人的道德 跟公共的表现 这个东西 如果说我们现在 要批评一个人的话 比方说我们批评的是袁小亮 那批评呢 就是在 你怎么知道 我讲这个 我讲这个东西 涉及到袁小亮呢 假设我们在讲袁小亮的话 我们就他公共空间 来说公共空间的事 不太涉及到他的私人话题 他私人话题 他只要把它曝露出来的 那就是公共话题 我们就可以讨论 比方说他说过 他送孩子上学 纽约州说不要学费 这个事情 那既然是他讲的 那这是公共话题 我们就可以讨论 尽管是他的私事 这就有意义 不再是私事 OK 那如果他没说这个话题 我们不能猜测 袁小亮 你看已经把孩子 送到那公立学校去上学去了 这个东西你不能瞎猜 你可以用逻辑去推 但是你不能猜 所以我刚才 我刚才说的呢 就是我认为 我认为 即使你是杨文君的朋友 或者袁小亮的朋友 你对他的看法 也不一定是准确 你作为你是他的朋友的话 你可以不表态 可以不说话 但是你不能捂住别人的嘴 别人的表达自己的态度 因为每个人表达自己的态度 是他的权利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尤其是在公共空间下 孩子眼中没有丑陋的母亲 没有丑母 那是 对不对 这也是带一份感情 还有情人眼里出戏事 这也是带着 仇人眼里也出戏事 全是带着感情去 那么所以我们在面临现在的 过去的将来出现的一系列 这个事物事件人物 那么我们还会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就是大家要写台案 交答卷 对这个事物进行判断 每个人说每个人的看法 每个人从每个人不同的角度 有些人了解多一点 有些人了解的少一点 有些人理性一点 有些人感性一点 无论所有这一切 首先每个人都有言人自由权 不管是他说错的还是对的 或者不管是他认为别人对的错的 每个人都有权利发表自己的意见 对一个公共事务 对对对 对一个对一个网络上面一个乐点 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 甚至根据自己的喜怒爱论 你比方说就反对批评杨恒军的那些人 有一个很荒唐的看法 就是他们认为杨恒军取元小亮 这是私人问题 你不该讨论 OK 我承认之对 他知道私人问题不该讨论 但是如果是他们俩已经是 把他公布在或者是或者是法庭办法 已经公布成公共空间当中 有什么不可以讨论的 那已经不再是私人问题了 公众人物有没有私人问题 公众人物当然有私人问题 你不能去人家里去乱拍东西啊对吧 这是人家私人的事 就是你尽量不要去大度 当然美国对公共问题的尺度比较宽松 只要是公众人物你都可以随便讨论 但是实际上从我的角度来讲 即使是公众人物他也是人嘛 实际上是人都是有隐私的 这是没有问题的 看他自己有本事藏多少了 你拿出来选择你怪谁呢 因为你取了袁晓亮你取了就取了 我们就当然就知道 其实我去你家了 我看见袁晓亮在这个 我都不会在公共空间上去说 因为你不说出来这个事情不能说 这说出来这牵扯到背信 这不道德的事情 但是已经是公布在公共空间当中的事情 而且你们都是公众人物 这个凭什么不可以说啊 袁晓亮过去那么多光辉伟大的事迹 为什么不能让人讲呢 永世流产 对对啊 万古流芳的事情 这就应该给他充分的表彰嘛 当然是可以讲的 这个事情我觉得你拿隐私来唐色 我觉得要不你精神分裂 要不你强后矛盾 这东西不是这样看问题的 还是要逻辑一致 逻辑能自洽 你一方面又说取袁晓亮的私设 另外一方面又说这个不能批评 我觉得这有什么不能批评呢 我有没有深入到他家里去偷窥的去探秘这些事情 他不还是公共空间当中曝露出来的事情吗 他既然是曝露出来的 他就不在这儿隐私可以随便说 我们看待公共问题要宅开个人好物 我不是因为对杨军人员有好物 这不是好物这是一个信息 这些信息是我能够拿到 你们拿不到 因为我是他的朋友 他是这样的 就是说杨军人员首先 他这个问题是不是一个公共问题 那公共问题就应该公共判断 他公开的言论 公开的行为和他的背景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 但是你们是 我承认你们说的是事实 你们从公开的信息当中拿到的 当然都是事实 这是无可否认的 但是我说你们不全面 不全面的结果会导致结论的不够准确 除非说他愿意把他的私人信息分享出来 所以说不然的话 没有人会知道这个真相 我来告诉你们 你告诉的就一定是真相吗 对啊 当然是真相 而且像我这样的朋友 我是杨航军的朋友 然后另外有几个杨航军的朋友 不止一两个 我们都已经在网上面告诉你们 那我只能 苦口婆心地告诉你们 杨航军是一个好人 他是一个民主战士 他为了中国的自由民主 献出了他能够已经献出的一切 那这种文学化的说法 我也可以把它应用到习近平身上 所以迫害7.9 实际上他是为了中国的民主大业 没关系啊 你们去说习近平 你们把这些词用在习近平身上 是你们的权利 但是我们现在只讨论杨航军 我是觉得就是说这种为别人的道德 摩西强调就不可做假见证 对吧 我是觉得就是 你真的觉得是假见证吗 我相信他们说的也是真实的 因为我知道确实 确实他们是杨航军的朋友 袁小亮过去形形形色色的一个行为和言论 大家都知道的 这没问题 但是你们看到的是 2018年之前的袁小亮 你们2018年以后的袁小亮 你们看到过吗 我是房东 我看到过了 这里面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假设他以前很不堪 但是他现在确实是反省了 然后变成好人了 然后那个一心向善 这可不可能呢 我觉得这是可能的 OK 但是对于任何一个文明社会 看待这类的问题是 就是说你当你要跟过去决裂的时候 你起码对你伤害过的人 你要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道歉 你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你应该有一个道歉 有一个体面的道歉 然后对你本人的行为 有一个起码的一个说明 有一个反省 他 这才是一种 他没有到为过去的行为道歉 这个事实 不能够影响到 我现在眼见为实 我现在 我看到过的 接触过的袁小亮 来我把这个袁小亮 现在的袁小亮 告诉你们 这个事情是没有什么关系 或者说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 那当然有关系 因为对于不了解他的人来说 你的这个行为就是假见证 对 你们认为我是假的 那么我告诉你们 我是真的 那就太过分了 但是我确实是他们接触王东 王东当然是接触过 那我觉得就是关于这个 尽量不引用私人问题 这个既然是公共人物 公共事件 就应该一切都拿公共上出现的那些 能够白纸黑字 大家都能看得清楚 拿那个来说事 不拿这个私人的品德呀 私人 你包括我 我一半也不会写这个 杨文君对 有人说杨文君对袁小亮 要色迷心窍 这种话我是不会说的 因为犯不着 因为他不是个公共话题 他喜欢袁小亮 或者是喜欢别的女人 这是他个人的事情 这个事情你不能拿开公开说的 你也不能拿这个来举例 说他是好人或者是坏人 这没有意义 因为杨军是个公共公众人物 公众人物就按照公众的话题 就说就可以了 证据观点 对吧 还是那些事情 好 谢谢许次元 许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 和我们讨论了一些热点话题 讨论他的看法 回答了我们的一些问题 希望下次有机会 我们再见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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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